你好 欢迎收看4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在0402泰鲁阁号重大事故之后 捐款100万元给花莲县灾难医疗救护队 以更新急救设备之用 牙医师界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支持 为花莲储备紧急的医疗量能 12号上午举行的捐赠仪式 现场徐中卫十分感谢来自全国牙医师的爱心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与0402泰鲁阁号重大事故上后 捐款100万元诊 给花莲县灾难医疗救护队 敌人AT以更新急救设备之用 牙医师界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以及支持 为花莲储备紧急医疗量能 现场徐中卫表示 0402台铁泰鲁阁阁阁号408车次 发生重大死伤事故 县府第一时间动员各局处 以及民间力量启动救灾 以及救人的工作 花莲县灾难医疗救护队员 也奉卫生局征召禁住灾害事故现场 设置救护站协助抢救伤患 民间如果可以给公部门更多的力量 我们要更感谢 因为公部门的机会确实有限 而很多需要的设备 公部门不一定能够买 所以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王宇市长 以及我们全国的中华民国医师公会 所有的礼监事 所有的会员 我想这一次无论是启动前进指挥所 在第一线和人 然后在我们的消防局的六楼启动应变中心 这中间有很多的必须要去做连结整合 那借近于107年02-06的整个经验 再加108 109 我们有很多的演练 还有疫情的关系 其实也让我们在横向的连结沟通上 都能够很无缝接轨的启动 所以乌是无之不来 好是无有而以待之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观念 而且房灾众以旧灾 在这里感谢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 这一阵子辛苦了 辛苦了 但是每一年每一年都还要非常非常的落实 而且确实的去演练 因为在工作岗位上的人 是不断不断的流动 不断不断的变化 所以要能够紧密的结合 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 让我们更加的有默契 让它成为我们一个生活的日常的反应 而这次捐赠由花莲县亚伊斯工会 吴志浩理事长积极争取 获得全国亚伊斯的支持 未来吴理事长也会将代表 亚伊斯工会全国联合会 协助花莲县卫生局完成设备增设 以实际加回花莲 亚伊斯工会全国联合会 上次作业捐款台东县政府100万元 而这次再捐100万元给花莲县政府 坚实花莲县救灾团队 亚伊斯界以实际的行动传递问题支持 同时吸收群民渡过难关 记得终于花莲了